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來看看 就是這個幾何的 立體的幾何的問題 那這一題在 國中是有可能會出現的 那他在高中也有可能會出現 所以等於說對國中來說有點難 但是也不是 沒有辦法理解的 桌面上有一個正三角形的洞 這個正三角形邊長是 十那你想想看 我在這裡挖了一個正三角形的空洞 然後結果有一顆半徑是 5也就直徑是10 的球滾滾滾滾滾滾 過去喔剛好卡在 洞口那 卡住齁一顆球卡在這裡 那這個卡住的時候 還有一部分會在這個洞口的下面 就他咚 有一點點卡在裡面 卡在下面那還有一部分會 凸在上面他就是問你說 請問他突出於桌面的部分 最高點齁 從桌面起算到他的最高點的 整個高度是多少 那這個可以去想像齁 那我們在這裡直接帶大家 來去說明這個問題齁 就是說當你卡住的時候 我們這麼說齁 假如今天我這裡有一顆球滾著滾著滾 然後剛好卡在這個地方 剛好卡在這個 那個正方形正三角形的洞口 那這個時候呢我拿一把刀子齁 從這裡很快速的 這個拔刀樹 就刷過去喔 然後這個這顆球就會被我從中間 啪 剖開來 剖開來的這一瞬間齁 我就會看到這個剖面 這個剖面呢 沿著桌面的剖面齁 我會看到什麼呢 因為這個球被我剖開來的那個面 應該是一個圓形嗎 對不對 然後他不是卡在洞口嗎 所以呢 這個是沿著桌面的剖面齁 所以呢 這個剖面我就會看到 有一個三角形裡面怎麼樣 這個圓跟這個三角形什麼關係 內切圓的關係嗎 然後因為我已經知道這個三角形是正三角形的 那在那個 內心外心那個單元我們練習過很多次齁 就是說如果我這個三角形半徑是十 欸不 編長是十齁 編長是十 那麼這樣子的話 我的這個圓 他的半徑會是多少 欸他不是球的半徑齁 因為球的球星可能高於這一點齁 應該是高於啊 低於的話就整個掉下去了齁 他會高於這一點 所以他其實不會是整個球的球半徑五齁 那他會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去算 這樣剖下來這個是五 這一條是五根號三嗎 那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正三角形三星共點齁 所以這個R呢 其實是這個三分之五根號三 OK這個是這個 好剖面 那然後咧 他問說那 以桌面起算的高度為和嗎 這個時候呢 假如說我剖太快了齁 所以這顆球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 沒有啦 他還沒有掉開來 假如說我剖過去了 但是這個 比如說這個球有那個 癒合能力齁 他又黏回來齁 所以他整顆球都好好的 下面沒有掉齁 這樣子 那在這一 這個 在這個時候呢 我發現一刀砍不死他 我再砍一刀齁 這一刀我砍這樣 我從這裡這樣切下去 那在這個這一刀切下去的時候呢 我會看到什麼 我會看到這個 咖啡色來齁 牽直剖面 那因為他是一顆球嘛 所以可以想像我如果剖牽直的話 我會看到的還是一個圓 然後這個牽直剖面呢 等於說我剛才的這個桌面是這一條 好嗎 我把這個球這樣一刀砍下去 附帶一提這個是清理鏡頭的噴嘴 我把這個球一刀砍下去 砍下去的時候呢 看到的是這個牽直的剖面 可以嗎 看到這個牽直的剖面 那我這裡會出現一個圓剖面 這個圓剖面呢 有一部分會在桌面底下 有一部分在桌面上面 那題目要問的 題目要問的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高於桌面的高度嗎 可以嗎 那他到底是多少這樣子 那然後呢 我們剛才計算了 這個時候呢 這個圓 這個圓 也就是說 他的這一邊其實會剛好切到桌面 他的這邊會剛好切到桌子的面 然後那個洞口的另外一側在這裡 對不對 這邊有剛好貼到洞口 但是這邊沒有貼到洞口 我這裡是空的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剛才的這個圓 的這一段 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像我的刀上其實有 某紅色顏料 那我在這裡切一刀 我在這裡切一刀 在這裡切一刀的時候 我來看這裡就會出現一條紅紅的線 這條紅紅的線呢 因為剛才說半徑是三分之五跟號三嘛 所以這裡這條紅紅的線呢 這樣我們都已經講紅紅的了 就把它圖紅吧 那他是 他就是剛才說的三分之五跟號三 可以嗎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就是一條懸背 因為你應該可以想像 最牽直的這個 其實是這個圓的直徑嘛 所以一條懸背直徑切開來 那這個問題就回到我們一開始 教那個懸跟懸心句的時候 常常算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我取一個球的球心 球心到球的這個任何一個面上 等於說這個剖面的圓心到這個面上 就會剛好是球半徑的 所以這一條才是五 那這個會比他短一點 三分之五跟號三 這樣子 那 球這個是多少 你只要算這個是多少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五 這個也是五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算這個是多少就好 那我們把這個點 設成是P 這個就是P 然後這個是球心O 對不對 那OP會是多少呢 其實如果你 你比較一下這個其實是一比更號三 他如果成功號三就是五 所以是一比更號二比更號三 我圖畫的不準啊 OP應該是OP應該要比這個長 那所以這個 就是一個 叫做A和B 這個 叫做A和B 所以APO之交五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五 三分之五 根號三 所以1比更號二比更號三 所以OP是 OP等於10分之10根號3 那題目所問的這個 從桌面起算到最高點的高度 那還要再加上上面這塊5 所以答案就是 10分之10根號3加5 那這題我們直接講 就是說它對國中生來說 是有一點難想像 如果都沒有人講解的話 當然也是有人能夠解開 老師可以試試看讓學生做 但是就是因為有一點難想像 所以我們直接講 那我對學生的期待就是說你看過了 那所以將來你再看到 你大概知道可能要怎麼做 在現場再去想 有想到就有了 沒想到就算了 那麼在這一集呢 我們要介紹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前面學過這個公英數公倍數 那有的時候你題目很難的 題目算很多 基礎的知識反而會漏掉 就是說如果XY有公英數K 那麼K一定會是 X-Y的因數 那這個要怎麼去推論呢 就是說 以想 用思考的方式其實蠻簡單的啦 就是說 XY有公英數K代表 X是K的幾倍 那Y也是 K的幾倍嗎 那如果我們要寫證明的話就是說 因為XY有公英數K你可以設 X等於K的A倍 Y等於K的B倍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X-Y呢就可以提出公英數 是K的A倍 K的B倍 等於A-B K 而且其中AB為整數 整數的代號是自己 AB是整數 寫成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說 我們舉實力來看 如果K是7 那麼 X是 幾個7 Y也是好幾個7 那麼X-Y呢 就是幾個7 減掉好幾個7 就是還剩下一些7 或者是 負的一些7 對不對 他就會是 7的整數倍 因為你A是整數 B也是整數 A-B也是整數 那既然如此 所以這個XY是7的整數倍 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以說這個 K為 X-Y X-Y 之因數 這樣就證明出來 那這個證明很簡單啦 大概也不會考證明 而是要你們 記住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會出現在一些題目裡面 在這一集順便介紹 因為之前都 這個沒有沒有介紹到 來看之前的作業 在這個三角形的旗幟 三邊長是 15、20、25 最短邊黏在細繩上 用細繩為軸繞一圈 那這樣繞出來 旗幟所劃過的區域 他說是一個 椎體 那其實就是一個圓椎 因為底下這個是 等於說半徑 繞一整圈就是一個圓 然後他上面收尖 這個圓椎 那問你這個圓椎表面積是多少 這樣子 那所以說底 這個圓椎的底面 是一個 半徑是20的圓 那他的側邊呢 那側邊就是我們之前有教 這個時候呢 他側邊的半徑是 25 那我要知道的就是說 那這樣這個角度到底是多少 那 底面的半徑是20 底面的周長是 40拍 40拍 所以這個半徑的這個弧 如果你展開來之後的這個弧 也是40拍 那如果你25為 這個半徑所畫出來的整個圓應該是 25乘2 拍 那所以是50拍嗎 所以你上整個圓是50拍 結果你占了40拍 那其實你是 這個 所以這個角是 這個20 50分之40 也就是360的5分之4啦 360的5分之4度 那這樣子這個的表面積是多少呢 所以他的面積我們算在這裡 這個的面積是400拍 那這個的面積是 這個25平方625 625 乘以一樣是5分之4 5分之4 那所以變成125乘以4是500 這樣子 那所以他的表面積是900拍 可以嗎 這是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塗到的不好 他應該會超過180度 對不對 就是 會 會開這樣子 就是 就超過180度 開成這樣 這樣子 很矮的一個圓錐 那下面這題 才是我特別想要問的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改把最長邊 黏在細線上 那繞一圈喔 那我在這裡可以稍微說一下不管你是畫成這樣子又或者你是畫成 我一樣年最長邊喔 這樣 就是你你的那個 比較長的那一股是在下面還在下面都一樣的一樣的意思 他最後繞成一圈的時候會繞成你可以想像他有兩個圓錐 但是底面他不在他的這個表面積裡面喔 所以他等於說上面是一個扇形 但是就是扇形的底面不算數 然後下面也會是一個扇形 這樣 可以嗎 那所以算這兩個的面積 那中間到底 這個 中間這個圓 到底多少呢 如果還記得的話 就是3比4比5的話 他的這個 斜邊上的高是5分之24 5分之12 好那5分之12 我現在其實是 這個都通成5 所以這個高剛好是12了 你如果去算 就是 15乘20除25 15乘20除25 剛好是12 可以嗎 那換句話說這個圓周呢 他是圓周 他是12乘以2拍是24拍 那上面的整個圓應該是 40拍 所以他所站的這個角度是40分之24 喔 可以嗎 那所以上面的 這個扇形的面積呢 就是 一樣是20分之24的話是 同除8好是5分之3 所以他是 這個400拍 乘以5分之 3 這樣子 那所以是這個 80 240 那下面這個呢 他的 他一樣他的 這個弧長會是24拍 然後他本身的半徑是15 他整個繞成一個圓周的話是30拍 他是30分之24 這個角會長得比較大 那30分之24除以6的話是5分之4 5分之4對 那所以他的面積會是225 5分之4 所以他整個合起來的面積 那25除以5的話是45啊 所以45再乘以4是180 所以他整個合起來的面積 Ans 5分之4 420拍 可以嗎 那這是這一題 這這一題 有一個鑄體體積,說底面積是20,那裝有水高是3公分 如果放入一個鑄體A,他可以讓水剛好跟鑄體A等高 可以讓水剛好跟鑄體A等高 也就是說原本的這個容器體積 底面積是20,然後高是3 所以他原本內裝有水高3,這個容器可能本身更高這樣子 那原有 水 60 這樣可以嗎 放進一個鑄體A 就你佔掉一些空間嘛,這個水就升高了,結果這個水跟鑄體A等高 那如果鑄體A的底面積是8 如果鑄體A的底面積是8 那其實呢,你就是讓這個底面積從20變成 20-8 你放進那個鑄體A 就佔掉他一些底面積嘛 就把他的底面積挖空了一塊 那所以他的到時候,底面積就剩下20-8 的時候 剛好讓他跟這個鑄體A等高 也就是 這個鑄體A高H 射 H 那 這個時候呢 仍然是同一些水嘛 所以你看這種 這也算是我猜也大概可能是會考會考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很喜歡 他們很喜歡考這種 就是你 變來變去水的體積固定 所以這個依然是60 那這樣就不難算出來H 其實是5 所以這個鑄體A的高是5 可以嗎 這是這題 OK 那這裡 這個一個6乘以8乘以10的長方體 其8個角裡面離最遠的距離是什麼 那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我們以前曾經學過那個 立體的對角線 從這一點到 斜對角的這一點 那他會是多少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立體的 長寬高如果是ABC 畫一個大的 這個A 這個B 然後整個高是C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要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那我們那個時候說 你可以把它想像 我把它從 這個 斜對角切一刀下來 就像那個 三明治 切開來的時候 剖面是一個長方體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像 三明治的長方體 應該說三角柱啦 那個三角柱的剖面 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這裡是一個長方形 然後你要 求的就是這個長方形的對角線 OK嗎 那這個長方形的對角線 這個長方形的一邊就是C 另外一邊是這個 這條是多長的 這條是根號的 A平方加 B平方 所以你要求的這個長度呢 就是這個 這裡也是直角 它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你要求長度是這個的平方 加這個的平方 再開根號 那這個的平方呢 它是根號 A平方 B平方 平方的時候 根號就拿掉 然後再加 C平方 所以這就是這一條 那所以說這一體呢 這一體呢 它就是 根號的 6平方加8平方加10平方 那6平方加8平方本身就是100 那36加64是100再加100是200 所以開根號出來的話是10 跟號2 可以嗎 這樣子的問題 最後來看這一體 教室佈置要折1000 顆星星 如果有學藝股掌來 則要花6個午休 那如果是有體育股掌來 折要花15個午休 那一起折會有幾個午休 就是在我們最後呢 來說明 那像這個問題 就像我們上次看到那個 Study Heart 華龍舟 順 上游跟 往上游走 跟往下游走 或者我們之前那個 上山 上山的時速 下山的時速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 都共同的這個類型 那這一題是那個 一份工作 男生做幾天 女生做幾天 這種問題 他們都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 它是用分數算的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就是 他本身有藏一個未知數 消失的未知數 如果 你覺得這種問題就是你不會的話 那去找 有熊老師在一年級上學期最後一章 有特別一集叫做消失的未知數 那就說其實本來這1000顆星星呢 他有工作量是1000嗎 一份工作 一份工作由誰來做 剛好是 剛好做多久 那一份工作量會有 W 那這個 W的這個工作量呢 由學藝股掌來做 花6個午休 所以 學藝股掌每一個午休 做6分之W 然後有體育股掌來做 花15個午休 所以體育股掌來做的時候 花15個W 那你看我這裡加的就是說如果兩個人一起做那麼一個午休 他們就會做這麼多 那這個時候呢要花幾個午休呢 他就用W去除以這個 這樣子 那在計算的過程中 我們把下面先算出來 通分到30 這個乘以5這個乘以2是7W 那所以 W除以 30分之7W W乘以 7W分之30 所以會變成 約掉 7分之30是4點多啊 所以需要5個午休 那就是說為什麼講消失的位置數 因為他算著算著W就被你約掉了 所以你也可以不要設這個W 但是你不設 位置數的話就會比較不好想 會有點想不清楚 這樣子 那 這個 所以在最後面講這件事情就是 呼應到我們一開始第一學期 講說設位之數是為了 好 設位之數不是為了求解 是為了方便思考 那你設 你想問題如果你一眼看不出答案 就去設位之數 好那設出來 有用就解開來了 沒有用就約掉 這個不用擔心位置數設的多 位置數設的多 市值會比較好列 雖然計算的步驟會多一點 但是整個過程會比較好想 把你想過的東西都寫下來 會有助於你的思考 那麼就是這樣子 那 當然這一題的話 因為他一千克星星是整數 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六個午休 一個午休會不會 整數個 那我們就先不考慮這個問題 OK 那這就是我們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整個國中三年級 全部的數學課程 到這一節就結束了 祝福所有的老師和家長 教的輕鬆 學生學的順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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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